詞曲 李宗盛 障礙就是我們的什麼呢 加持品 沒有一個障礙不是加持 我們能夠更鞏固我們的信心 更能夠為我們菩薩道 增加一份的實力 也就是說沒有障礙就沒有加持力 沒有障礙就沒有那種鞏固的那份的力量 所以我們呢 一往直行行菩薩道 沒有不看後面的只看前面 前面是一片的智慧海 沒有壓力沒有煩惱沒有種種 你的智慧都長不出來 像師父 哪裡來的智慧啊 從哪裡長出來 都是從你們的身上長出來的 沒有你們給我很多的煩惱 我哪有智慧啊 那個智慧沒有用處啊 都沒有用 沒有對象 怎麼用啊 你們把什麼煩惱都給我 我想頭都破了 怎麼想要消去這些煩惱呢 消煩惱就是開智慧的東西 你沒有鬥到這些煩惱跟障礙 你是開不了智慧的 心量也不會大對不對 心量要大就是鬥到障礙就能夠突破 就能夠成就這種福報跟智慧嘛 這些煩惱障礙都是我們的加持品 諸佛菩薩的慈悲 給我們在學佛道上 給我們這樣的一個力量 沒有這些力量的給我們 我們怎麼會有那種潤性的菩提心 花言就是從一個種子開始 沒有這個種子 花言怎麼產生呢 你看花言呢就是 第一個就是 你要得到這種無量智慧 那就要學文書的 般若智慧 譬如這那呢 旁邊就是普賢跟文書 文書就是叫做般若智慧 普賢就是願力 要有般若智慧 才能夠去實踐成佛之道 所以我們未來呢 我們是這樣子 為了了解整個的 有那份的菩薩道的藍圖 也讓我們知道 如何有那種實力 去做菩薩道的這件事情 成佛的事情 所以我們呢 就是會有阿涵嘛 阿涵整個就是叫做 看一切的現象呢 都是空的嘛 都可以從現象的束縛裡面 因為看到空而得到解脫 是吧 你有煩惱沒有看到空呢 會怎麼樣 你看 彼羅遮那 要成就這個佛的 法爆化三生 這個就是三生佛的 就是從菩提心開始 你要有這個菩提心呢 你要有兩個智慧 一個就是空的智慧 能夠了解萬事萬物 都是都是空性的 雖然我們在一切的因果裡面 輪迴 可是這些因果呢 就是原生原滅 原生原滅 這原生原滅的這些東西呢 都是康啊 這原生原滅的這些東西呢 都是康啊 都是讓我們去 理解空而看到空 理解現象而看到空性 理解現象而看到空性 理解現象 看到空性的時候就是超越 就是理想了 你常常不知道 空的時候呢 就不會理想 既然不能理想呢 輪迴生相是無畏啦 輪迴哪有沒有呢 輪迴就是我們心 水靜轉 對不對 如果我們當我們心 水靜轉的時候呢 能夠看到原生原滅 諸法因原生原滅嘛 這些都是空的一個表現 所以我們在空裡面呢 就是要能夠呢 怎麼樣呢 清楚明白 所以呢 無所住 升起心 一往直前的 生生世世 走這條菩薩道 也就是實踐 我們佛的種子 每個人 只要你發心 怎麼樣 成佛 那你就是種子 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似乎在苦行的時候呢 在宜蘭這個事件 是苦行的事件 苦行的事件做兩個事情 就是專門做理想的事情 也就是去參悟 緣起 信空的東西 就是看一切的緣呢 都是信空的 所以從這個一直觀 一直修呢 修到心呢 怎麼樣 在現象上呢 超越了 在現象上呢 不會 不會怎麼樣呢 不會沾連啊 沾連知道嗎 抓蚓啊那個 蒼蚓啊 你去裹著就 就撞掉了 我們的心 就是常常 會在現象裡面 就像那個餐飲 逗到那個 一個爪子 來 咬咬咬咬 那一樣 下去就是 念到了 到了這個 這個靈舊山 這個地方啊 就是開始做那個 菩提心的事情 要具足菩提心呢 就要具足那個 薄熱的智慧 我在這裡呢 一直看 從那個性空裡面 怎麼發起慈悲心 這個一切都是空性 那怎麼 變成一個 沒有煩惱的 菩提心 所以從這裡你看 蓋了博物館 延伸到現在 要做什麼呢 生命和平大學 就要做什麼呢 整個利益眾生的 各種的 傳承 佛法一滅呢 我們眾生呢 幾乎都來啊 所以我們讓佛法延伸呢 世界的結束 幾乎都比較沒有 所以呢 現在你們跟師父 師父做的 每一個事情 都跟你們有關 我做的一切 就是你們做的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呢 就是那麼短短的 我們最終這幾年當中 我們有沒有珍惜生命 既然珍惜生命 我們要做什麼 那麼除了我們自己 對自己訓練 就是要看到一切圓 都是無常的嘛 一切圓都是加持你 讓你能夠開智慧的 不要想說什麼都是煩惱 什麼都是跟你做對的 沒有一個東西叫跟你做對 都是叫你開智慧的 怎麼才叫做開智慧 叫做緣起就是星空 對不對 從緣起星空裡面慢慢的 去長出菩提心 如果你緣起星空做不到 菩提心就長得到七八糟 對不對 要不要緊要不要腿 和和拜拜 哎呀這個緣起就很多了 星空就什麼都沒有 都沒有去空啊 所以我們的心呢 就沒有解脱 沒有自在 那我們慢慢的學習空性 所以我們就可以緣起 那你現在跟師父做的這些 十大悲咒講堂 然後師父說 來我們做什麼 你們就開始啪啪 總是有辦法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要知道 延續我們的菩提心 大家要把那個菩提心 發心要做好 這個緣起星空要做好 然後呢我們才能夠發菩提心 才能有般樂智慧 才能夠有了智慧呢 才能夠做什麼呢 才能夠成為普賢菩薩 普賢菩薩以後呢 就是要變成觀音菩薩了 普賢菩薩行十大悲 觀音菩薩行大慈大悲 十種心 所以我們就要把這三個 要達到毗露佛的 整個法爆化三生呢 我們就要有般樂智慧 有了般樂智慧呢 就要有普賢的這種願力 有了普賢旋力 就像大慈大悲觀音菩薩 自奋的悲心 讓眾生理苦得樂 你三個把握好 你三個把握好 才能夠實踐華言 真的華言 師傅在講這些呢 就是希望你們 設心 搞清楚自己 現在做什麼 未來做什麼 未來做什麼 過去是什麼 過期我們是什麼 現在是什麼 未來要做什麼 你們都要想好 未來要成什麼 所以你三個時間 過期我們是輪回 我們是苦惱眾生 常常都是只知道苦多啊 我們五毒出息很多啊 處理心出息很少 那我們就是說 現在經過我們學佛轉換以後呢 慢慢的空性有了 菩提心呢跟師傅呢 幾乎做 做到這裡也要有骨心 沒有做不行的 頭路就是用完用完的了 就是我們從這裡 從現在去立命 到未來生生世世的世界 都是做同樣的工作 就是你智慧到哪裡 你就可以 方便到哪裡 你沒有智慧 就不會有方便 不會有方便 度身就困難 對不對 度眾生就這麼辛苦了 你看我們的彼陀觀音呢 從菩陀山大家有沒有去迎接 從那裡 撒那看到這個觀音菩薩 撒那生起什麼心呢 喜悅的心對不對 在菩陀山開了光 然後 運回來 整個都是障礙啊 你知道嗎 沒有障礙就不能成佛 你看他很多障礙 結果就通通迎刃 而且很開心的 你看看 看了就覺得 我們被他 盯住了對不對 有感覺嗎 你再仔細看就知道了 這個彼陀觀音 我們覺得很大的福氣 在你們在念華言的時候呢 他回來了 所以大家念了華言以後呢 回去他就度無量的眾生 到哪裡 度入無魚裂旁的滅度之 然後從滅度裡面發大菩提心 然後成就華言世界 對不對 在這麼喜悅的 觀音菩薩的持有下 我們把華言精 一定會送得很好 阿彌陀佛 好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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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好感恩 谢谢大家